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我国至12月1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 第一 如果您需要入境我国或自我国转机 请准备登机前三日内的COVID-19核酸检验报告 入境后也请配合居家检疫 第二 出入八大类场所请您务必佩戴口罩 不仅预防武汉肺炎也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 第三 请各医疗院所提高警觉 加强疑似个案通报裁减 感谢所有防疫人员持续坚守岗位 也请您与我们一起努力 共同守护彼此的健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琪琳 受到了连日大雨影响 9号晚上外木山湖海路2.8公里处 又掉落大约三顿重的大小石头道路面上 幸好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而当地市议员们紧急赶到现场关心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也连夜派人清理完成 受到连日大雨不断的影响 9号晚上10点左右外木山湖海路2.8公里处 又掉落总重大约三顿的大小石头在道路上 幸好没有人车经过 当地市议员张平均 宋维利等人也紧急赶到现场关心 并且协助警示 其实还有我们的盐理长 内调地的盐理长也到现场 包含我们警销人员都在现场指挥交通 而且目前是封路的状态 也请民众经过此路段的时候先道路 因为现在此路段都已经封路了 那请民众不要经过此路段 避免发生交通意外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接获通报后 也连夜派人清理掉落在车道上 总共三顿重的大小石头 公务处也呼吁连日大雨 湖海路容易有落实情况发生 请行经这里的驾驶人要特别小心注意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今日之前林家猪脚将在明年吹席灯号后 基隆庙口有70年历史的行记顶边措 9日也宣布歇业 老板表示因为健康因素想先休息养病 许多游客听到也相当的惊讶不舍 大大的行记顶边措的招牌 怎么被卸下放在地上 员工用清水擦拭 原来这间开在基隆庙口 电机工旁的顶边措 9日宣布吹席灯号 我因为10月份也差一点心机梗塞 我想说对 我想说就刚好身体也不好 然后某种种因素就先休息 墙上留有祖父爸爸一手打拼下来的事业 传承到第三代 但因为健康因素 老板说真的必须休息 而店内忙着收拾 有员工一做就是20年相当不舍 一定会的啊 不过老板员工都很好啊 这几天我都没有睡 为什么没有睡 是因为觉得不舍 失落啦失落 就心情很失落这样子 就觉得努力了一辈子了 那个是好像是唯一的目标而已 我做这个从国小 国中开始洗碗 然后一直做做做到现在 顶边措原本是福州的传统米食 是第三代老板的祖父 在1937年牵台后开始创立 回想到过去点点滴滴 老板自己很不舍 而顶边措已经成了 基隆庙口的代表美食 现在要歇业了 客人相当的惊讶 这里是菜市场在装房 你以为在装房 我刚才以为是个人 就看他在拆东西 在拆东西真的要走 真的要走 老板身体不好 他就去开岛 蛮可惜的啊 几次的调整就是以前用大骨熬糖 然后近40年来 我爸的时候就把它改成 用鱿鱼香菇跟小虾鱼 就没有油了 吃起来比较清淡 就要那个刚开始改这样子 没有人要吃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生活老累 都要搬骨熬 这种没有油 没油车啦 老板说 真的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生意好不容易慢慢回温 但因为身体毕竟是自己的 健康要顾 希望先歇业休息 未来有缘再相见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导 电影五星主厨餐车的故事 让人感动 在基隆也有一堆姐妹花 姐姐在30岁时 勇敢赴美学习厨艺 回国后 先与妹妹开古巴三明治餐车 四水温 结果大获好评 之后正式开了一家 早午餐店圆梦 现在就带你一起来看看 这对姐妹花 勇敢追梦的故事 主厨谢庆怡熟练的翻炒肉丝 这可是她从美国饭店古巴仪主厨 学到的正统古巴三明治做法 其中内线更是费时费工 甚至要用手撕肉丝 古巴三明治是我到佛罗里达 那个海亚上班的时候 我接触到的第一道菜 那因为我们的主厨是 他其实是古巴移民 在美国发明的三明治 那刚好我的主厨也是古巴移民 那他就教我第一道菜 那他主要是你要用猪肉 新鲜的猪肉 再用十几种的辛香料腌 之后再加大量的柳橙汁 这样子要腌要腌六个小时以上 烤要烤四个小时 那等它冷却之后 你再用手撕拔那些肉 用铲子在铁板上俐落的料理食材 很难想象的谢庆宜在三十岁前还不会拿菜刀 父亲是基隆知名中后塞 谢庆宜却选择到美国从头开始学厨艺 为了就是要圆开早午餐店的梦 你去的时候你要备辛香料的东西 那时候就觉得哇 很像Rosemary或者是Oregano那些东西 而且你要我那种东西在台湾是不常看的 即便我爸是做中餐 我们也不常用那种东西 所以刚开始备单字认识食材非常的辛苦 对那时候是刚开始 而且我们班只有我一个外国人 克服了语言障碍及文化的隔阂 谢庆宜学成归国 与妹妹先在金融市区路旁 以餐车方式卖古巴三明治 结果大获好评一炮而红 吃起来很像那个 前庭宝的感觉 然后反正就是很好吃 就是它里面的肉吃起来很像鸡肉 但是好像 就是它是一丝一丝的 但是后来发现它好像是猪肉 就口感蛮特别的 就是它的面包吃起来外酥内软 其他地方有吃过吗 没有耶 我有吃它的古巴三明治 它不然放多久都还是蛮热的 所以很厉害 吃起来有古巴的味道 消费者的肯定让姐妹俩下定决心实现梦想 在卫生福利部金融医院对面 一条美食灵力的巷弄开店 果然吸引不少老客人回流 我觉得更多的是那种我们的老客人 从餐车那边 他们就说他们一直在这条巷子里走了十遍 因为我们是早午餐 以前是午晚餐 所以他们就午晚餐来都找不到 他说我真的找好久 我终于找到 看招牌也看不出是你们 我终于找到你们 他们很开心这样 然后有很多都基本上一开始都是老餐车的顾客 回来的啦 都会流蛮多的 除了古巴三明治 姐妹俩还研发各种餐点 像这款苹果熔岩猪肉汉堡 就是淋上以古巴肉汁作为基底的独家苹果酱汁 风味独特 那个苹果熔岩那个酱汁啊 其实是我之前在台北我跟我同学 她也是去美国学厨艺的一个台湾女生 我们自己在厨房做出来的 那只是当时候我们是用苹果汁去熬 可是还是欠一个咸味 因为你苹果汁是甜的嘛 那我那时候想 那我们就干脆加古巴肉汁进去 哇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就有那个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是一直沿用到现在 吃起来让人惊艳的咸味花生鸡肉炒蛋饱 里头的花生酱更是一绝 甜甜的花生酱加入咖哩及大蒜等 是店家与外国消费者共同研发的口味 我已经来第三次了 我觉得它好吃的就是花生酱配猪肉 还有它的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欧姆蛋里面加很多起司 然后它的生菜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个分量 我觉得吃起来算很划算 很好吃 这个花生酱的话 也是第一次在国外吃到的 就觉得很惊艳 怎么花生酱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第一次我们自己做的时候 是失败的 是非常难吃 后来是偶尔跟一个外国朋友 他是我们店里的常客 我们就在聊天 就想说他也蛮想念那个味道的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研发 去找回那个味道 然后它这个东西的话 里面就是花生酱跟咖哩 还有大蒜 所以它混在一起的味道是真的是很特别 而且很会让你一口接一口的感觉 还有一组三个小汉堡的套餐 可以一次品尝到牛鸡虾等多种美味 店家取了一个逗趣的名称 叫选择障碍者必点小汉堡 那我现在吃的是如果你有选择障碍 就是这个选择障碍的汉堡 它有牛鸡跟鲜虾的口味 所以一次可以满足很多个愿望 这款裸式豆泥蘑菇炒蛋三明治 则是主厨在加拿大游玩时尝到的美味 再加以改良 这样让消费者可以有更多选择 它那家店很特别是 它下面会加一层的绿绿的毛豆泥 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我是问了 问了那个厨房的人 他说它其实是毛豆泥 我想说哇 好惊艳 那我就回来之后 我就想因为开发新菜单 我想说是不是应该可以把这个东西用在别的地方 而且我们店里精致的 就是比较蔬食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我就想说把那个 把它放在那个古巴 那个面包上面 类似那种法国面包的感觉 还有墨西哥卷品等多款餐点也很过消费者好评 大占份量十足又美味 我觉得它的起司很多 然后它的洋葱很好吃 然后它分量还蛮多的 就是可以吃的蛮饱的 它的汉堡肉比较厚 跟一般汉堡店不一样 因为它的汉堡店是比较薄的 它有厚度的话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对那它中间还有加一点有辣的酱 然后吃起来会比较解腻 我自己是觉得蛮好吃 然后外面的面包很脆 所以就很好吃 但我觉得它薯条很好吃 很脆很好吃 店名取名谢谢 店门口跟保留餐车造型 本身就喜欢早午餐的姐妹两以内一外 透过食物与客人交朋友 用美味表示感谢 在完成自己梦想的同时 也让基隆人不用到国外 就可以品尝到道地美式风格的早午餐 记者张祈腾 基隆报道 冬天到了又是吃火锅的季节 基隆一家五星级饭店推出主厨鱼夫锅 用10道深蒙海鲜搭配6种异国蘸酱 还能在饭店19楼边吃锅边欣赏 基隆港区的无敌海景 每日限量10锅 晚来可就吃不到 黄金蟹 生蚝扇杯 牛奶杯等依序摆上锅 这锅采用基隆在地深蒙海鲜的主厨鱼夫锅 因为食材丰盛被吸成是痛风锅 因为毕竟基隆也算是一个海港 所以我们也最主要是要选在地的 最新鲜的海鲜给客人 和市面上的鱼夫锅不同 主厨鱼夫锅采用日式算算锅方式 消费者将海鲜夹进滚烫的柴鱼昆布高汤 算两下就可以品尝到食物的鲜甜之味 酱料多微风的鱼夫锅 让消费者越吃越上瘾 嘴巴根本停不下来 我觉得吃起来很有趣 就是每一种海鲜搭配这样的不同变化 嗯 然后我自己本身 我觉得很喜欢这里的这个青鱼酱 就是它跟外面一般那种水水的感觉 它味道就是很浓 然后我刚才是把它搭配蛤蜊来吃 就觉得诶 这是很搭 更离谱的是 这一款主厨鱼夫锅采预约制 每日限量供应食锅 想吃还不一定吃得到 鱼夫锅呢它强调的就是新鲜 那如果在饭店要享用鱼夫锅的话 建议客人来之前都要先预约 打电话到饭店预约这个鱼夫锅 它每天限量是10锅 那提供的时间是从下午的2点半 到晚上的8点半 在19楼的咖啡厅都会有这样的服务 尤其搭配附赠的啤酒 加上可以边吃锅 边在饭店19楼欣赏基隆港区无敌海景 因此主厨鱼夫锅推出后几乎供不应求 想要体验贵族般享受的鱼夫锅 手脚可要快一点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台湾洗肾人口相当的多 微福部技能医院肾脏内科医师指出 主要是因为糖尿病引起 因此如何改善饮食习惯 预防糖尿病已经成为 避免恶化到洗肾的最重要课题 迎接一年一度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在卫福部技能医院院长林庆峰 秘书林玉文等人亲自主持下 特地点亮位在医院中庭高6尺的圣诞树应景 并且请私立博爱仁爱之家 以及技能医院日照中心多位长辈住民们一起表演 活动脑力和筋骨 特别的是为了防范新冠肺炎 今年点灯大家都得戴上口罩 共同防疫一起点灯 也希望让看病的民众 家属以及医护人员 都能感受到圣诞节 温馨平安健康的气氛 是一个爱的季节 那特别在我们2020 COVID-19 大家今天是很特别是 见证历史的一刻 大家都戴口罩点灯 从来没有戴口罩来点圣诞 就表示我们还是很多的挑战 那为这个要讲心愿嘛 心愿是希望 所以那个COVID-19 赶快这个结束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很平安的 很顺利的 很健康的这个生活的步调 那第二个就是 就像我们今天要点灯的圣诞节 我也要祝福大家 就是有平安喜乐在我们的心中 衛福部机动医院院长林庆峰 进一步表示圣诞节是感恩的季节 一直以来以基隆市民的好处逼 照顾好民众的健康自诩 提供民众及重症的医疗照顾 以及做好长照 营造健康社区为使命 期望圣诞节的平安喜乐 充满在医院各个角落 和民众的心中更期盼 大家共同做好防疫措施下 新冠肺炎疫情早日消弭 民众健康平安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道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耶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要记得 三要准备及欺负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何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裁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裁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 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 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Game Over 快把这三要七步口绝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佳集团关心您哦 艺术家倪昭龙历年油画及版画作品 目前在国父纪念馆中山画廊展出 95组作品表现对生命的静观及礼战 兼具喜气与残境 独具个人风格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尼朝龙及美术创作者 教育家 艺品家 美学推广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 是版画油画的杰出艺术家 甚至尝试两种美材融合独树一格 精彩画作最近都在国父金银馆中山画廊展出 那我把木板画里面的那种计法 用在我的油画里面 这个里面啊 背景有很多是这个油画的计法 大笔的刷 大笔的刷 一层一层堆叠 那么板画方面的这个印的方式 也加在这里 尼朝龙的板画创作 内容涵盖人物 风景 乡土 佛画系列等 展现东方情怀 在线条与光影之招之间游刃有余 个人还蛮喜欢 他拿着烟斗还有烟袋 还有后面的那种虎尾杂草 那么这个品数 个人都觉得说油画这样一文 应该算风格比较明确的个作品 在油画方面 尼朝龙偏重写生绘画 风景创作 将原生土地的情感 与游历世界的心得 画作图画记录永恒 接近晚上 所以我看的很漂亮的就是这个工业 还有这个水道 那我个人比较满意的就是 这个油画的机理 这个层次 一层一层的后果不一样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笔的 涂上去的那种效果 尼朝龙投入艺术创作超过一夹字 在艺术上成就毋庸置疑 尤其对台湾美术教育贡献良多 回顾各展透过各阶段的作品 让更多人了解这位重量级艺术大师的生命历程 与对乡土的热爱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旅美钢琴家胡静云从小立定志向 要成为顶尖音乐家 在鲁宾斯坦钢琴大赛展露头角后 受邀世界各地演出 并创办了云响音乐节 及费城青年钢琴家音乐节 在人生的几个转折点 坚持尽善尽美 努力实现梦想 优美的琴声随着指尖要动流泄而出 夺目的技巧演绎丰沛的情感 享誉国际的旅美钢琴家胡静云 受到热爱音乐的母亲影响 从小就立定志向要成为国际级的音乐家 我觉得应该是说音乐的力量 一直都给我很多的就是那个热情 而且我很喜欢舞台 所以这几个月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在舞台上 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因为在舞台上 你看不到跟观众的这种互动 但是它无形的那个互动是很强烈的 就像你跟人家在说一个故事的时候 你没有用言语 没有用语言去说话 但是你用音乐 你互相是做交流的 这个东西我特别特别喜欢 而且我觉得音乐它可以 就是走到世界各地 你不见得会需要那个的语言 然后你可以因为音乐的 你是一个音乐家的关系 你可以认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14岁赴美留学 获得朱利亚音乐学院学士及硕士学位 后来受到恩师Segay Baba Young的赏识 在有音乐界奥林匹克之称的 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赛中 获得最高奖与最具观众人员奖后 开启了通往国际音乐界的大门 它的时间其实是经历了三个多星期 是一个很紧凑很令人紧张的一个比赛 但是因为它历史很悠久了 而且是以鲁宾斯坦这个钢琴家的名字 来命名的 所以它有它的一个影响力在 所以钢琴好手都会希望去比 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因为当你得了这样子的一个奖 会让大家关注到你 而因为关注到你 而开始了很多的你的演奏生涯 我觉得这个最具观众人员奖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意义蛮深远的 因为它是由观众所选出来的 那因为我们平常在看 其实比赛的名次 到了最后还是需要观众对你的喜爱跟认可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来讲是特别重要的 学音乐的过程 胡静云也和其他人一样遇到许多挫折 但他总是要求自己 凡事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才能在每个人生的转折点中坚持下去 所以学音乐的过程上肯定碰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因为如果你的想法很坚定的是想要成为演奏家的话 那等于是走在了一个金字塔的最顶尖了 最开始碰到的挫折是我读了名校 比如说我在朱利安语学院毕业了 但是那个时候虽然得了一些奖项 但是并没有成为一个演奏家 我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在台上 那那个时候如果我就放弃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一个接一个的 所以很多的转折点可能你会觉得当时是很辛苦的 但是也许你就是再撑多一点的时间 再撑多一点的力量 你就越过去了 我觉得还是看自己的热爱有多少 如果你那么那么的热爱 你的热爱就是 我就是要上舞台 我就是要做到最好 像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义 不管我今天是弹琴 或者是我伴我的音乐节 我觉得我就是要做最好的 不管它有多困难 我一定要最好的 不能说模拟两可 成为顶尖钢琴家 胡静云受邀到世界各地参与演出 获得极高的评价 并且创办台北云赏音乐节 以及费城青年钢琴家属齐音乐节 让年轻音乐家有机会展露头角 我觉得有一个转折点就是 我在2012年的时候 我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 哦不止哦 十六个月的时间 去创办了我的第一个音乐节 那那个时候的音乐节是办在台湾 那其实就是希望能够 以我从小学习的这个经历哦 能够回馈回馈给社会 回馈给年轻一辈的钢琴家 这件事情我特别特别的热重 然后我就从2012年一直到现在 2020年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先从台北的云响 一直到了美国费城的那个 PYPA的青年钢琴家音乐节 到现在我们刚刚开始的精英学院 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在做 虽然我自己是钢琴家 然后我的行程是很繁忙的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受到国外疫情影响 胡静云难得有较长的时间 留在台湾 除了行程满檔 他还计划发展亚洲和欧洲市场 以及录制一张李斯特专辑 我接下来会更多发展亚洲和欧洲的市场 那自己美国的音乐节也是会继续持续下去 那在音乐上面我的计划呢 是录一张新的李斯特的专辑 那本来是说要在这四个月以后 再在台湾录制 但是后来决定是到了一个 南法的一个recording studio去录 所以可能要等到春季过后吧 等到疫情过后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希望做的事情 都在等着疫情的发展 12月10号 胡静云将在交大演艺厅 举办四季巡礼系列 冬夜拉赫马尼诺夫钢琴独奏会 机会难得喜爱古典音乐的观众 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T按赞 就应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自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其成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欢迎准时收听 APP 欢迎准时 anchor